2024年被很多预言家说成是地震之年 先是不在地震带的香港大雨山地震了 4月3日处在地震带的台湾又突发大地震 就连香港也感受到明显摇晃 4月5日很少有地震发生的美国东海岸 居然也爆发了140年来最大的地震 大家好 第三只眼睛带你看世界 我是明镜 美国当地时间4月5日上午10点20分左右 爆发4.8级的极浅层地震 包括费城 华府 级面燕州等地都明显感受到摇晃 纽约市知名地标自由女神像也剧烈晃动 有居民还听到伴随着死洗衣机转动似的嗡嗡声 持续十几秒钟 让许多没有经历过地震的纽约人都吓一跳 美国地质调查所称 这次地震是当地自1884年以来最强震 美国地震调查所指出 美国当地时间5日上午发生规模4.8级地震 震源深度仅4.6公里 震央位于新泽西州怀特豪斯站以南7.7公里处 从波士顿到达拉威尔州都有震感 甚至远至马里兰州 马萨诸塞州等地 整个地区的机场都被下令停飞 据美国地质调查所误估 可能有高达4200万人感受到震感 纽约邮报等报道 根据纽约市及其著名地标自由女神像上的摄影机直播显示 地震当下及时捕捉到自由女神像明显的晃动 根据美国地质调查所数据 自1884年以来 也就是140年以来 纽约市附近还被发生过如此规模的地震 外媒报道提到 包含1737年 1783年和1884年 在纽约市附近曾发生接近规模5或以上的地震 1895年新泽西州则曾发生规模4.1地震 纽约州长霍楚表示 这至少是自2011年以来 美国东海岸感受到的最强地震 称地震没有造成重大灾损或人员受伤 但可能还有余震 纽约市长亚朗斯说 我们所有人都以某种方式感受到了袭击我们城市的地震 预计不会有任何基础设施中断 称纽约并非每天都会发生地震 以做好应对意外的准备 美国西海岸地震发生较多 是人们的普遍认知 东海岸则很少发生地震 此次镇央所在地市长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 他在当地已生活30多年 从没经历过地震情况 这次地震的发生确实令当地人感到奇怪 尽管真感强烈 但好在没有人员伤亡 包括美国领媒朱迪海文利在内的众多预言者 都曾预测过美国西部加州将会有大地震爆发 但是还没有预言者预言美国东部纽约州会发生地震 因此预言也只能作为参考 而且我们多次在节目中讲过 预言是上天的预警之言 我们讲预言不代表预言一定会发生 但是希望更多的人能透过预言 明白人类多灾多难的原因 现在香港 纽约等非地震带地区都开始发生地震 这恐怕说明地球的运动开始有所改变 并且不在人类的经验范畴之内 大家知道 4月3日台湾花莲近海发生7.2级地震 专家称 这次规模次于921大地震的7.3级 释放能量相当于32颗原子弹的威力 其实在地震前一天 台湾网民就拍到天空异想征兆 其他网民留言称 有921大地震放晚前的味道 提醒大家小心 还有台湾民众在地震前一天4月2日 曝出天空美景 只见太阳被一圈彩虹围住 是罕见的日运景象 天文曝光后 有网友在底下留言 日运可能代表不好的天气预兆 却未料隔天就发生严重地震 被网友称为预言家 此外 在4月5日又有山友在嘉明湖拍下日运景象 只见天空飘着云层 在阳光折射下 周围形成光圈 有如上帝的眼睛 而且4月5日的日运色彩 比地震前的日运更漂亮 日运范围也比较大 吸引了不少路人停下来拍照 4月5日这次出现日运的时间 大约也是在上午11点 高雄 屏东的民众只要抬头就能看到 此次台湾大地震前 天空出现了两个异象 也令网友回遇起921大地震 当时镇压位于人口密集的都会区 伤亡惨重 有不少网友回忆指出 921大地震前夕也出现了两个异象 分别是天空超红 以及莫名刮起大风 针对台湾最近接连出现日运 可能有人会问 这是否预示着什么 特别是4月5日的超级大日运 是否与地质灾害有关呢 我们还是一句话 万事没有偶然 我们在前天的节目中 也和大家提到过 有地震专家说过 台湾未来不排除发生八级强震 所以请台湾的朋友最近多加小心 如遇地震 千万记得台湾经常进行的 地震演练里的试操内容 我们再来看看 美国4月5日这场地震 可能有很多人不知道 自由女神像早在地震 两天前还被闪电击中过 击中的部位正是自由女神像手中火炬 值得庆幸的是 由于壁雷设备非常完善 该设备完好无损 但为什么闪电击中的是自由女神像手中的火炬 上天借此寓意着什么呢 而且不在地震带的纽约 今年已经连续两次地震 之前是极浅层1.7级地震 911已经快被打爆了 这些都是上天在预警什么呢 另外大家知道不在地震带的香港 却在3月11日爆发了二级小型地震 在今天这个历史关头 已经发生了很多反常的现象 比如夏天降冬雪 五株上树 沙漠发洪水 赤道下雪等 什么不能发生的怪事都发生了 特别是在台湾地震后 有香港网民在我们频道爆料说 4月1日香港沙田上空 下午出现了地震云 虽说地震云的出现 不一定就会发生地震 但对于已经不按套路出牌的各种灾难 大家多多留心还是有必要的 除了地震云 多次震力表明 动物是观察地震前兆的活遗器 它们往往在震前出现各种反常行为 向人民预示着灾难的到来 在全世界都在关心台湾地震时 向来在各种天灾人祸中 营救不力的中共 此次在台湾发生地震后 各大媒体却纷纷幸灾乐祸的大篇幅追踪报道 比如晚间央视新闻联播以一分多重的长度 报道全台灾情 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 关联发生地震后台湾民众坦然处置 而中国大陆多地却乱成了一团 有视频显示 台湾地震当天在浙江温州南站以及杭州东站 都出现大规模列车停运延迟 现场拥堵不堪造成大面子瘫痪 现场如同灾难片 而更搞笑的是呢 中共官媒的大篇幅报道 换来的却是网民们的冷嘲热讽 台湾地震影响最大的竟然是中国 人家打了个喷嚏自己的假牙掉了 人家台湾震中心 社会秩序都比你们好 然后你们说统一人家 并让人家过上好日子 鬼才信你们 而此次地震中 花莲轩辕路八层楼高 天王新大楼轻而不倒 也让看惯了豆腐渣工程的大陆网民 纷纷称赞 台湾建筑质量太好了 4月4日 路透社更是发文称 为什么台湾做好了应对地震的准备 文章分析称 台湾位于两个板块的交界处 在地震带上 尤其是台湾东海岸 对地震并不陌生 1999年 2016年和2018年 都曾发生过6级以上的地震 台湾人不断的吸取教训 总结经验 不断改进应对灾害的措施 1999年9月21日 台湾发生7.3级地震 造成2000多人死亡 被称为921地震 这次地震后 政府修改了建筑规范 通过了加强灾害管理的法律 并把9月21日定为 全台防灾演习日 在这一天 地震海啸等灾害的模拟预警信息 被发送到人们的手机上 岛内各地的学校也进行避难演习 2016年台湾南部7级地震 造成100多人死亡 2018年发生6.4级地震 造成7人死亡 之后 地方当局加强了与政府单位 和非政府组织的协调 以应对和救灾 而反观看热闹的中共国 在近年发生的多次地震中 均造成惨重伤亡 2008年5月 四川汶川八级地震至数千名学生遇难 2010年 青海运输7.1级地震 造成2700人死亡 2013年4月 四川亚安7级地震至186人死亡 2023年12月 甘肃基石山县6.2级地震 造成149人死亡 农村是瞒目疮痍 当然了 这些数字还都只是中共官方的 至于真实的数字 很多国家也只能靠推测 再对比一下领导人 强震发生后 台湾总统蔡英文和行政院长陈建仁 立即前往中央灾害应变中心 听取最新灾情报告 并进行指示 台湾副总统赖清德 则抵达花莲看灾 听取搜救人员简报 指示救人优先并恢复民生交通 有网民转发现场视频说 在中国发生天灾人祸 领导层基本全体失踪 根本没人管 人民自生自灭 那当然了 大灾一来 领导必须先行跑路 这是中共的一贯作风 当然了 中共的一贯作风中 还有趁人之危 中共央视三日晚间声称 大陆有关方面关切台湾地震 向受灾同胞表示慰问 愿提供救灾协助等 这真是黄鼠狼给鸡拜年 六月大菜假有心 台湾自由时报 就直接用事实证明 中共对台湾大玩两面手法 地震前一天 中共派出30架军机 9艘军舰持续绕台 地震后中共军机军舰继续绕台 而且中共最缺德的还不止这些 根据捷克媒体讯息新闻报道 当时肖美琴抵达捷克布拉格 由捷克警方的车辆陪同抵达市中心 却发现有车辆尾随肖美琴及警车车队 在经过某个路口时 尾随的车辆擅闯红灯 差点与肖美琴车队发生车祸 随后捷克警方拦下该车 发现驾驶者持有中共外交护照 是中共驻布拉格大使馆军事部门的外交官员 报道指出 该车一路跟踪肖美琴至他下榻的饭店 对于这起高度敏感的外交事件 有消息人士指出 捷克政府已经召见中共大使 考虑将该名涉案人士列为不受欢迎的人物 甚至要将其驱逐出境 而就在美国刚爆发地震的第二天 根据中共喉舌媒体央视新闻报道 中共地震台网正式测定 4月6日10点29分 在云南昭通市鲁甸县发生4.9级地震 震源深度10千米 至于刚刚发生的地震 所带来的人民财产损失 和是否有伤亡等情况 中共媒体就一路惊声了 看的永远是别人的笑话 苦的却永远是自己的百姓 这样的政府居然还能存在 不得不说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悲哀 只要不要脸到家 就能纵横天下了 但是老天绝不会姑息 对于地球不按套路出牌的状况 我们一直在说 人类社会的一切灾难和动荡 都与人形有关 有人总问我们 你们怎么不讲美国 不讲这个不讲那个 我们已经说过弱感次 人类社会的一切乱象 建议人类的道德败坏导致的 因为全世界人类的道德都在败坏 所以全世界才有灾殃 人类精神世界的崩塌是导致物质世界迅速衰败的主因 而人类道德下滑是因为信仰体系的崩塌 所以我们一直在说希望大家回归正信 提升道德 这才是自救之道 好 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聊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